其实在演艺圈中,有的人是演员,也是军人,但军衔级别较高的很少,尤其是到了正师级这一级别就少了。 正师级是个了不起的级别,相当于省级的副厅级,市级的正局级,如此一比较官确实不小了。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几位大家熟知的正师级演员吧。 第一位,李又斌。 李又斌老师一部亮剑让无数观众记得他,八岁到八十岁的人都很喜欢他演的李云龙。 除了亮剑中的李云龙以外,其实李又斌还有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,他之所以把军人演绎得这么好,主要也是因为他是军人出身,而且他还是国家一级演员,全国劳动模范,也是大校军衔,享受正师级待遇。 第二位,韩红。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界的中流砥柱,韩红是一位极具实力与水平的女唱将,她演唱的《青藏高原》《天路》等歌曲,早已成为不可逾越的经典之作。 而近年来,韩红逐渐卸下歌手的光环, 她多以朴实的工艺人形象示众,深入贫困地区为社会做了不少实事。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,韩红还有另外一重身份,那就是军人。 在2009年的时候,韩红便加入了空军政治部下属的文工团,并且当时军衔被定位技术5级,是当时的副团长。 而在之后两年,韩红凭借着自己在歌坛的影响力,也被正式地提拔成了大小军衔,并且享受着正师级别的待遇,还是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。 现在的她则是人尽皆知的乐坛大咖。 第三位,杨红基。 杨红基曾经为三国演艺演唱主题曲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也伴随着很多人的童年。 但大伙儿有所不知的是,其实杨红基走红的时间比较晚,在她52岁那一年, 才因为一个意外的机会而一炮而红。杨红基现在是少将军衔,并且杨红基还同时享受着正军级别的待遇。 第四位,李双江。 一辈子在文工团奉献的李双江,创作了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等很多红色歌曲。 他在慰问演出时几乎是有求必应,只要战事需要,他就肯唱,从来不计较舞台什么的, 受到很多人赞扬。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, 李双江更是培养出了孟哥、韩红、谭金、许飞等出色女弟子,逃离满天下。 根据有关规定,专业技术军官是军队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军官, 授予专业技术军衔。 专业技术一级的李双江享受的是正军级中将级别待遇, 因此人们也称李双江将军歌唱家,但英雄难过美人观, 自从与女弟子孟哥相恋之后,李双江的口碑逆转,非议不断, 也因为儿子的一己之力,上本来得意双心的李双江晚节不保, 成为了四大名爹之一。 第五位,蔡国庆。 蔡国庆被大家所熟知,只要是因为她那首一年有365个祝福。 蔡国庆的歌总是爽朗中带着有一份温暖, 她连续登上春晚20多次,广受观众好评, 而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出身的蔡国庆, 近年来也在诸多电影、电视剧中出镜, 被观众调侃为为歌唱事业耽误的好演员。 但其实蔡国庆不仅仅是歌唱得好,戏演得好, 她还是一位有身份的明星, 她是一名军人,工作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, 她曾获得全军卫兵服务先进标兵, 是大校军衔,享受国家正师级待遇的。 第六位,严学金。 通过出演《刘老根》中的山姓, 而被观众所熟知和喜爱的严学金, 也是春晚舞台上常常露面的角, 她有着典型的东北大妞的爽朗笑容和精湛的演技, 是我国著名的二人传表演艺术家。 2007年时,她就被特招入伍, 所以严学金的另一身份是军人, 直到现在,她仍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, 享受着正师级待遇。 第七位,潘长江。 潘长江老师, 她在人们印象总是给人留下有趣的印象,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电影《举起手来》。 而且潘长江老师的小品有很多作品是非常优秀的, 几乎每一年春节连欢晚会都能看见潘长江老师的身影, 但很多观众不知道她是军队文职人员。 潘长江也在某节目中透露过自己的军衔, 让不少网友没想到的是, 一向笑眯眯的潘长江的军衔居然是大笑, 享受的也是正师级的待遇。 网友不禁感叹, 没想到潘长江的身份居然这么高。 第八位, 陈宏曾六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《船回家看看》传唱度最高, 也成为陈宏最经典的歌曲。 陈宏从小就颇具艺术细胞, 曾获得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银品奖, 在第五届清歌大赛中仅次于江涛获得亚军。 当年的毛泥名次也在陈宏后面, 可谓实力不凡。 50岁的陈宏不仅是一位歌手, 他也是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, 正师纸海军大校, 可以说是很厉害了。 第九位, 余文华, 那首《倩夫所爱》火遍了大江南北, 虽说余文华并非是原唱, 但是他却将这首歌唱红了, 当时还被邀请上春晚这样的大舞台, 像余文华这样智慧与美貌并存的人, 深受着大家的喜爱, 当时就被称为中国最美女歌手, 作为国家一级的演员, 歌唱才华不容置疑, 舞台上的他举手投足之间, 永远透露出一种优雅的气质, 无论是什么风格的歌曲, 从他的口中唱出时总是那么的温婉,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, 余文华还是一位享受着 正师级待遇的军旅女歌手。 好了, 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儿了, 你们有什么享受的吗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!